随便打球随便杀 能否教我一种最简单的杀球 等会对方球路太诡异了 其实最简单的杀球 恰恰就是看起来比较难的 看起来很简单的杀球 比如说我给你们打一个 看起来很简单的杀球 实际上很难的杀球 这就是看起来很简单的杀球 很普通啊 对 就这种杀球最难 那什么是最简单的杀球呢 就力传导短一点 你只做大逼带动小逼 腰斧适当介入 我的 我猜 这个盘好紧 就这种杀球反而是最简单的 就你是最好学的 其实 因为他的力传导只有大臂小臂球排 基本上 而你这种动作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呢 我告诉你 这是球我们最难学的 他需要脚蹬地转宽 脚蹬地转宽 带动腰腹 腰腹卷腹带动大臂 大臂出 大臂跟着身体向前出 自然引拍 引拍出来的就有顶走了 然后大臂是带动小臂 小臂带动手腕 小臂做内拳 这时候手腕跟手指都会介入 然后再到末端 你想想你又要找球 你要想着以下这些东西 你能做吗 所以说 羽毛球的入门是非常难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学习呢 可以按我的上 可以按我成班的学习顺举 高演就一样 你先学大臂带动小臂 你再学腰腹带动大臂带动小臂 你再学脚蹬地带动腰腹带动大臂带动小臂 你再学跳法 介入带动腰腹 带动大臂带动小臂 如果咱们只看大臂带小臂 那这个动作就很简单了 你只要握拍队 因为没有转体了 你没有腰腹了 你基本就不可能打那个前点 你就打不到前点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说这个球 我人没有什么侧身 我却能拿手勾出去 那怎么可能 那不就是说明你大臂脱离身体 独自发力了 你应该做的是什么 把肩膀张开 这个肌球点要有一种 你能穿过你人的感觉 来发个球 手臂架好 不行 这都穿不到 得使劲往后发 这个感觉可太舒服了 就这个感觉反而是最好学的 在这个动作里 一旦这个感觉出来了 OK 你就可以大臂向前出倒拍 先做这个 你别往后主动倒 我是大臂向前 他自己倒的 你看出来 OK 顺着这个发力 然后出内旋 拍头朝下 拍面朝外 走朝上 大臂全程都不下去 就在这里这么做 OK 你能把这个动作做对之后 我告诉你 大臂再弄小臂就已经会了 啊 这么简单 当然了 什么叫大臂再动小臂啊 就你大臂把小臂甩出去 什么叫大臂把小臂甩出去 我就要跟你们说清楚 必须 就是他 举个例子 我 我把我这个拍摔出去 我人肯定不能这么动吗 这么跑吗 那不就跟他一起跑吗 那怎么叫把他甩出去 甩出去就首先要把他 从我的后面 五五扔到我的前面去 我人动了吗 动了 但动的不多 大臂就扮演这个角色 大臂微微向前 让球拍出现向后的动作 好了 当这个动作 倒拍出现 你发现 这就是羽毛球的顶走 所以说羽毛球的顶走 从来都不是顶出来 你顶出来的顶走 只能是这么挥 知道吗 那是倒拍倒出来的 那是个很自然的动作 很多人就出球不快 那么发力不集中 都是倒拍拍的 这倒拍很重要 主动倒拍 什么叫腰腹带动的倒拍 你给我开玩笑 那能一样 好 这是倒拍 接下来 如果你是这样挥的 那就说明你跟我刚开始讲那个发球 没有任何区别 你从头到尾 大臂都是跟小臂一起动的 他一直在一条线上 我讲过无数遍 他永远没有办法把小臂给选择 因为这儿你打不了弯 谁这儿能打弯 这儿能弯吗 你唯一能让末端下去的方式就是撅手腕 你撅不撅 他肯定撅不了了 那撅手腕不错了吗 能让小臂离开大臂这一条线吗 只有一个方式 这个动作叫做小臂的内圈 只要你把小臂 向外转 你会发现末端可以活动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动作 插 挥成对 好了 才会出现像 看到没有 大臂和小臂现在在一条线吗 小臂和球拍现在在一条线吗 大臂有明显的动作吗 我大臂有明显的动作吗 看 有明显向前的动作吗 没有 这就是大臂带定小臂 你大臂往挥的再多 你没有这一下都是错的 你没这样的挥拍挥的很完整啊 很完整你也打不出去 同样是一个挥拍天壤之别 这就是对的 这就是错的 那还绝不出来吗 一个有大臂带小臂 一个没有 所以说你就这么打球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做个大臂带小臂 随便打球 随便杀 好了 感觉学会了之后 你再学腰腹 你可以稍微侧一点身了 人有点往后踩的感觉 往前一走 让身体跟大臂拉着 再去找这种带小臂的感觉 好了 这个力就大了 然后你再学脚蹬地转宽 带动大臂 带动小臂 一点一点把这个力传到给做长 那腰腹驱动 如果大了 你的挥拍不就随摆了 你才能学会发力 这是我的分解 有人说 你为什么要跟一二三四对抗 因为一二三四教不会人 那还不明白吗 他要能教会人 我能不用吗 谁拿一二三四 十分钟能学会 我教人打高远球 就十分钟 如果你能打高远球 真就十分钟 因为你有大臂带动小臂 你腰本能的脚跟腰都会近几句点 你怎么着都能打到后场 而且还保证这不是错误动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动作是任何职业选手 都会出现的一个瞬间 就是肘朝上 拍面朝外 然后大臂很高 不给你们经常在直播间里找出这个 三两照片吗 是不是这个动作 拍面朝外 走朝上 拍头朝下 是不是这个动作 走朝上 拍头朝下 拍面朝外 走朝上 拍头朝下 拍面朝外 所有的运动员 他们的动作都不会一样 林丹和李宗伟不会一样 陈龙和安赛龙他也不会一样 曹田跟金婷他也不会一样 石屿齐跟陆光组他也不会一样 但是所有运动员这个都一样 还不明白吗 你给我找一个没有这样的运动员 就是头拍里没有这个瞬间的运动员 你给我找一个 你一个都找不到啊 因为这个是大臂带动小臂的必要条件 什么是大臂带动小臂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就是倒拍 也就是我们说的顶肘 第二个就叫内旋小臂 我们可以看看网球 看看棒球投手 看看标枪运动员 看看排球运动员 你去看看所有做力传导 做投掷动作的运动 有一个违背了这个原因 没有 我们要尊重事实